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一个比较瘦弱的 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 遇到威胁或遇到霸凌的时候 该怎么样处理 就是很罗络的时候 遇到这些情形 通常会被怎么样 有可能很容易被带走 比如说我假设我是变成歹徒了 我是比较一个雄壮威武的 我穿短装 你穿长装你叫雄壮威武 我假装一下 你蹲低一点 蹲低一点 那比较高大的 会容易做一件事情 你来 然后就拉到旁边 硬按个角落就把你做一顿了 就先勾肩搭着 勾肩就把你搭着 或是女孩子有没有 他就很容易就这样子 有 很容易被带走 那遇到这种状况 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 对 好我们即刻来操作 好 老师啊 职业带途又该出现了 被带走 好 那你先要把我带走 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好 一般就是 会勾肩嘛 对不对 勾肩 你是怎么 整个就把我带走 你干嘛 你看 这样子 对对 通常大部分人会第一反应是什么 整个人就缩起来 对 缩起来完蛋了 你就更小了 更小更容易被带走 所以千万不要说起来 别说这样子 对对 很容易蛮好 对对对对 而且你重心站不稳 就真的随他走了 对对对对 好所以你要怎么样 第一个人先稳定你自己 是 好你看 走 好先把自己站好 是 缩短了这个距离没关系 但是这只手 这只手拿过来 有没有 这只手拿过来 你也不用惊动他 我也没有感觉 对 你不用惊动他 你没什么反抗 然后你看 有没有 好 是 你只要控制他的下巴 控制下巴 然后加上脚 去当做一个坎 一个坎在这里 哇他就很容易倒了 是 把你带不走了 是 好再一次你看 好 这样子被带走了 那你要把自己恢复重心 恢复好 恢复重心 把这只脚放在他后面 这只呢 手呢 手伸出来 你都不用去惊动他 放下巴 放下巴 你看 就很好处理了 对不对 有 如果快速 如果你狼腔几步 这样子 可以 你就会很惊讶 这样子 一样一样一样 你看 你脚步跟上来 因为你的后脚 脚步跟上来了 这个就过来了 有 所以没问题 你只要这只脚能够跟上去 让自己保持一个平衡 是 这只手再过来 啪一下就倒了 是 这没有问题的 是 老师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你这个手伸过来 还蛮好用的感觉 但是就是不要去跟他反抗 是 不要在那边跟他扯来扯去 你扯不过他的 你就是轻松的放在这里 你这样就倒了 反方向就是了 对 好 让我来 好 来 你来 你来 好 怎么了 好你看 好 你来 为什么 你来 蹲低一点 对 好 控制我的下巴 这样就可以了 对 你看 这里会有点痛 对 好 再一次 实验了一次 对 你看 是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你要这只脚要去平衡它 而且你平衡它 你要跨在我的脚后面 对 对 这样是不是比较容易平衡 因为我 我连续说 你来 我刚好是这样子 我不要跨到这边 我就跨后面 跨后面 第一个你已经平衡了 第二个你就做了一个坎 那你的手 有没有 你身体可以稍微转一下这边 你的手就可以 我这样子就轻松了 这只手 如果你是这样子 你不容易跑过来 对 你看 你来 有没有 你手就已经拿过来了 我还微蹲一下 你这只脚又在这里 对 你跟手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 有没有 所以你看 连续拖也没有关系 是 你只要这只脚 及时的能够踩在我后面 是 然后让你自己平衡的 对 然后身体稍微側转一下 这只手 就很容易跑过来 是 有 好我们再实验一次 好好 你来 你看 你看 我是要露肚脐的 有 很好用 对 其实很简单 但是就是不要去惊动我 也不要去跟我抵抗 是 你只是绕过来而已 是 对不对 你只是 这个比较 很轻松的绕过来 你根本都 他都没有跟我 没有发生碰撞 是 碰撞开始就直接在这里 这个还蛮好用的 一切就倒了 轻轻的 对 所以你看其实都不难 只要我们保持冷静 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是 好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 好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继续要给我们的鼓励 订阅 分享 按赞 打开小铃铛 谢谢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